首先的话,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课讲的一些东西 我们上次课的话,主要是什么呢? 讲了移动端的这个布局,并且做了一个什么呢? 移动端的一个完整的样例,是吧? 那么移动端和PC端的这个页面布局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是不是这样的?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主要是移动端的布局的话,它有一个四口的概念,是吧? 它的一个四口的概念,就是它渲染的过程的话,有一个中间的过程 中间的过程,就是说,移动端的页面先到四口里面渲染 渲染完之后,再放回到那个移动端的那个浏览器上面去 那的话,我们在渲染的时候,这个四口默认的是什么? 980或者什么呢?1024这个宽度,是吧? 所以说它渲染的时候,先渲染完之后,再放回到页面上去之后 有一个缩放的过程 所以说,为了让这个网页不缩放的话 我们就什么呢? 要设置一下移动端的这个四口的设置,是不是这样的? 用这句就行了 用这句实际上是把移动端的四口设置为和手机屏幕的宽度一样宽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么设置完之后,你那个宽的网页怎么样? 是不是排不下了,是吧?排不下 比如说三栏或者四栏排列的网页就排不下 排不下之后,我们后面就有什么?适配的方法,是吧? 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四口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移动端的这个Retina屏的适配 是吧?Retina屏的话 它的什么?这个屏幕它更细腻 应该可以这么说,是吧? 比普通屏幕更加的细腻 显示的这个图像怎么样? 细节更小,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原始的图像放到上面去之后 就会感觉怎么样?有点发虚,好像是模糊了 那么为了什么?适配这个Retina屏呢?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什么?就用大一倍的图像是吧? 就用大一倍的图像怎么样? 人为的,用样式把它缩小为原来的一半,再放回到那个屏幕上去 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解决这个Retina屏适配的问题 是吧?这是两个 两个很大的什么?不同的地方 是这样的?一个是什么? 四口,一个是Retina屏 好,那么的话 关于这个背景图的这个设置的话 就有背景的新的属性 可以设置背景图的这个压缩 是这样的?它的尺寸的压缩 可以也把背景图设置为原来的一半 放回去,是吧? 这样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这是什么?移动端的两个 比较特征的地方 好,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就是说你的屏幕,你的网页如果很宽 是这样的? 但是放到这个移动端之后怎么样? 我既然不说放,那你放不下吧 是吧?放不下你怎么办呢? 那么就有什么?适配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适配的话 那么我们说到第一个是什么?全适配 全适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做一个页面可以同时什么呢? 适配PC端,平板和移动端 是这样的? 那么这种全适配的话 我们就用了响应式布局 这个响应式布局的话 我们只做了一个很小的例子 做了一个四个方块的例子 是吧?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会结合BulloStrap框架来做一个完整的 全适配的一个方案 那么BulloStrap的框架 那也是基于响应式布局的 基于这个原理的 好,那么的话 这是关于全适配 移动端适配 那么German这边移动端适配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个页面只在移动端看 我不管PC端 不管PC端,只管移动端 只管这个手机端 是吧? 只管手机端的话 那么就有两种方案 是吧? 一种流体布局加少量响应式 第二种是什么呢? 基于REM的布局 是吧? 这两种讲了 那么流体布局加少量响应式的话 流体布局相当于就是什么呢? 按照百分比的方式来写布局 是吧? 就是宽度写百分比 高度固定 这种方式来写 好,那么这是关于流体布局 流体布局里面有些细节的话 就是用这个 用这些方式来解决 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响应式布局的话 那么我们做了一个 四个方块的例子 是吧? 在屏幕缩小的时候 变成两个方块 再缩小变成一个方块 就是通过媒体查询 这种方式来什么呢? 在不同的宽度 让它什么? 拥有不同的样式 是这样的 这个媒体查询可以什么? 可以探测这个屏幕的宽度 是这样的 同时让不同的什么样式起作用 好 那么接着我们讲到是什么? 基于REM的布局 是吧? REM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它就是 REM就是以相对于什么 HTML这个标签的 Fone Size为基准 是吧? 我们在Fone Size上面 上面设置一个 处体大小 那么我们所有的单位 以这个为基准 是吧? 比如说 HTML的这个标签 它的Fone Size是 10 10px 或者是 最好是设置为20 如果设置为10的话 怎么样呢? 浏览器有个最小 最小 具体大小的限制 是吧? 那么最小 具体大小的限制 一般是12 所以你设置10的话 没用 是吧? 最好是要大于12 如果你设置为20 是吧? 设置为20的话 那么一个REM 就是等于20px 是这样的 一个REM等于20px 那么其他的单位 你都可以用REM来做 是吧? 那么如果说 我在这个页面 这个宽度变化的时候 我动态地改变 这个HTML的Fone Size 那么所有相对于REM的 这个单位 全部都变了吧 是吧? 这个就可以做到 什么呢? 这种什么呢? 整体的适应 是吧? 整体的什么 等比缩放吧? 这种效果 这是关于这个REM的布局 好 那么的话 我们针对这个REM 做了一个完整的例子 做了一个完整的 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移动单的 这个页面布局的例子 这是H5 移动单H5页面 是吧? 这个页面的话 实际上不仅仅是可以 用到移动单的 网页上面浏览 是吧? 这个页面还可以 用到微信里面 是吧? 我们微信里面一些应用 那里面的页面的话 全是H5的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 还可以用到哪里呢? 用到APP里面 是吧? 我们APP里面 实际上也是嵌入的 H5的页面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混合开发 现在基本上都是混合开发 是吧? 那么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安卓和LLS是什么呢? 写了一个壳 外面一个壳 里面嵌套的全是什么呢? H5的页面 这么开发的 所以这个H5的页面 是应用比较多的 就是开发一个页面 可以用到好几个地方 是这样的 好 这个是我们用REM做的 REM做的一个布局 那么关于这个什么呢? 流体布局做的 做这个布局的例子的话 我是演示了一部分 是吧? 那么今天下去的话 我会把这个完整的 这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会把这个例子发给大家 这是用流体布局 做的一个例子 流体布局 做了一个完整的例子 这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呢? 这个放大的时候怎么样? 它就没有一个 等比收放的效果 这就流体布局做了 那么大家在后面 可能会碰到很多 这种布局的例子 就是以前的页面 是这么做的 是吧? 那么你放大的时候怎么样呢? 它整体怎么样? 没有等比收放 就是宽度变大了 高度不变 是吧? 这个每个图标 是变什么? 变得很稀啊 是不这样的? 就这样子 那么大家在实际的开发中 可能会碰到这种页面的 这种流体布局做的 这个例子 大家下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是关于这个 好 那么的话 此点我会发给大家 这个完整的例子 然后的话 我们说到了 这个之后 就讲了一些H5的 一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 是吧? H5里面有一些 比如说是这个 H5的流量器前缀 是吧? 就是为了兼容的话 我们H5 CS3里面 CS3里面 有些样式 有些样式属性 需要写什么呢? 写前缀 才能全部兼容 那么的话 一般是要写什么? WebKit 如果说你测试的 这个CS3 它样式不兼容的话 你再加一个WebKit 就行了 比如说写这两句 是吧? 写这一句 再加这一句 就可以了 其他的 这种基本上 接融的 就不用写了 这样子 如果说想自动化的话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装一个 这个插件吧 这个插件可以动态 我们可以什么? 那么它有一个面试题 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D版本的浏览器 无法识别这些标签 是这样的 那么为了什么 识别这些标签的话 我们需要陷入一个H5的GS 这是网上已经写好的一个GS库 拿来直接用就行了 是这样子的 那么的话 H5的话 还新增了什么呢? 表单空间吧 有这么多 这么多表单空间的话 实际上也是我们不怎么用 因为它们的界面 在不同浏览器里面 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 这个是什么呢? 产品设计是通不过的 不能用这些东西 是吧? 因为它的界面不一样 我们样式也不好改 所以我们像这些 这些input的空间怎么样呢? 我们实际上直接用input type等于text来代替就行了 是吧? 那么你怎么验证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正折 用正折来验证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些空间基本上不用 那么只是面试的时候会考到 是这样的啊 那么你可以把这些说一下就行了啊 这几个 是吧? 有这些空间类型啊 好 那么的话 还有三个属性经常用的 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怎么? 这个是input框里面的提示文字 可以用这个属性啊 还有一个是让提示框自动的 自动的激活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输入文字 是吧? 默认它就是相当于 就是鼠标点了一下的 这种状态啊 Auto Focus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关闭它的自动联想词吧 我们在一个input框里面 输入多次之后 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个下拉的联想词给你 是吧? 你可以在下拉的时候选 一般我们不需要它系统的这种 自动联想词 我们一般自己做 是吧? 这个联想词的话 也是我在数据库里面读过来 放到下面去的 是吧? 这样子 所以说一般把这个设为 O2 Complete 等于Off来关闭它 是吧? 这是它的作用啊 好 那么这个大概是我们就是上次课讲的 这个关于H5S3的一些特性 以及布局的一些东西 是吧? 那么的话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 呃 这个就是 JS 是吧? JS我们就开了一个头啊 加SQ我们开了一个头啊 加SQ这个语言的话 实际上大家在学这个语言 是吧? 开始学这个语言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 就是大家已经有这个优势了 什么优势呢? 因为大家已经学了一枚变成语言了 是吧? 那么你再学另外一枚变成语言的话 应该是 不是太难啊 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变成语言 基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知识体系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都有变量啊 是吧? 都有函数啊 是吧? 都有什么什么海树传餐啊 是不是这样啊? 都有这些东西 什么循环啊 是不是这样啊? 都有一样的 只是什么不同呢? 关键字不一样 关键字不一样而已 是吧? 你把关键字记住就行了 是吧? 基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是吧? 大家应该已经有一个多月的 这个编程的训练了 是吧? 所以说再学这个语言 大家可以看一下 虽然学这个语言的话 应该是不是太难的 不是太难 就是比较轻松 应该是 原理都是一样的 你把关键字记住就可以了 编程语言啊 也是目前怎么 应该说是唯一的编程语言吧 前单里面啊 其他的语言都什么 拿不上台面 所以这是个唯一的选择啊 目前只有 只有选这个 是吧? 好 那么JavaScript的话 接着我们说的是 JavaScript这个 基本的它的一些 什么背景知识 比如说它什么呢 JavaScript它是什么 运行在浏览器的 是吧? 所以说它的执行环境 一开始就有了 只要你电脑里面有浏览器 那么就可以运行JavaScript 是吧? 它是运行在浏览器上面的 而且它是什么呢? 浏览器解释执行的 是吧? 解释执行之后 这个语言怎么样 不需要编译 是吧? 我们知道有些语言是需要编译 然后才执行的 比如Java语言是吧 它需要编译一下 才能执行 这个的话 这个语言什么样 写完之后 可以直接执行 是这样的 它是解释执行的 那么英文什么样呢? 之前的解释器 非常的什么呢? 比较烂吧 是吧? 导致这个加速率怎么样 运行的比较慢 是这样的 那么谷歌的话 就是谷歌发明了 这个什么呢? V8 V8的这种什么呢? 解释引擎吧 V8的这个引擎 然后导致这个 加速率的执行效率 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 那么的话 我们加速率怎么样 还有一个什么呢? JAK是这个技术吧 加速这个技术 那么导致这个加速率怎么样 就是得到很大的发展 好 那么加速率的话 还有比如说 还有一些前代语言 那么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JSquib 这是微软的 F型Squib的话 这个是属于Flash里面的 这两个语言 那么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知道有这么个名字 就行了是吧 那么这两个语言 也是目前什么呢? 这个也是拿不上台面的啊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有一些什么视频网站里面 比如说那个优酷 或者爱奇艺是吧 他们在开发视频的时候 开发视频的一些程序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ActionSquib ActionSquib 那么目前我们前代 还是用到的什么? JSquib是吧? 这是关于这个 一些背景的知识 好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 JSquib怎么样呢? 嵌入页面的几种方式 是吧? 它和样式是一样的 也有三种方式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可以类比 是吧? 我们的样式 还有JS 都是最终是放到 HTML的这个文档里面来执行的 是不是这样的? 最终是以HTML为什么呢? 为基准 是不是这样的? 三种方式 一种是什么呢? 行间 行间的什么事件 是吧? 就是相当于把JS代码 写到标签里面 写到标签里面 这种方式怎么样呢? 就属于什么 JS和标签 是不是混在一块呢? 是吧? 没有做到分离吧 是这样的 那么的话 我们这种方式 大家知道 有这么方式就行了 就是不推荐这种方式 是吧? 那么第二种方式的话 是什么 页面什么 类欠式的 是吧? 这个的话 是用这个Squib标签吧 这个Squib应该是一个HTML标签 标签里面写JS代码 是吧? 这是一种方式 这个相当于是JS代码 也在页面上 是吧? 那么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外链式的 把JS的这个代码 写到JS的文件里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JS文件里面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在外面 写JS代码 然后把它引进来 这是什么? 彻底做到分离了吧 分离 好 这是双手方法 好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关于这个 JS里面的变量的 这个概念 是吧? 变量的概念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 变量的概念的话 怎么样? 和这个 和这个Python里面 变量的定义 是吧? 那么有区别 是这样的啊? Python里面是 直接写一个变量名 然后负值吧 是吧 我们的JS里面 那么就用一个 Wa的关键字 是这样的啊 大家记住这一点 是不是啊? 那么就变量的东西 是不是就清楚了 是吧? 好 Wa关键字来定义 一个变量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多个变量定义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用一句来概括 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 这个 这个什么 多个变量之间 用什么? 用逗号隔开 这样的话 怎么样可以把多句 什么合并成一句吧 合并成一句啊 好 那么这是关于 变量的一个定义 是吧? 好 那么变量的声明的话 是怎么样呢? 变量的这个类型啊 变量类型的话 那么有五种变量类型 是吧? 那么这五种类型的话 我们先了解 这个前面四种就可以了啊 后面关于这两种类型 可以在用的时候 再说啊 五种类型的话 那么前四种是 数字类型 是吧? 字符串 富尔类型 是吧?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了啊 还有一种是 undefined类型 这是 既然是里面一个什么呢? 一个什么? 很特殊的类型 是吧? 就是说我变量 先声明一下 但是不给它负值 那么的话 它的值就是undefined 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说 它是关于这个 DNS里面的一些什么呢? 就是 它的命名规范 是吧? 命名规范的话 首先是区分大小写 第二点的话 是它的首字母啊 变量的首字母 必须怎么样呢? 必须是字母 下化线或者是美元符啊 不论是有其他的符号了 是吧?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啊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怎么样呢? 其他的字符 是可以是字母 下化线 美元符或者什么 数字都可以 是吧? 数字啊 好 这是关于它的这个 命名的规范 是吧? 那么针对这个命名规范呢 那么有一个什么? 匈牙利的命名风格 是吧? 那么按照这种风格命名的话 大家通过什么呢? 看变量的这个命名 看的这个名字怎么样 就可以知道它的什么? 知道它的这个什么呢? 它的这个类型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一种规范的写法 是吧? 一种什么 就是追求这个代码的什么呢? 可读性的一种写法 是吧? 那么的话 建议大家 用这种 这种风格来命名 是吧? 这种风格来命名 好 这是关于这个变量 是吧? 然后我们又说到什么呢? 关于这个 获取元素的方法 是吧? 获取元素的方法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GIS里面怎么样?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是什么呀? 它可以直接操作HTML 是这样的啊? 那么说的 专业点什么呢? 它有操作HTML的API 这是说的专业点 叫API 是吧? 那么再说的专业点 叫什么? 它有操作HTML的接口 是说的专业点 那么说的白话点 就是说 它可以操作HTML 它有操作HTML的方法 就完了 是吧? 这是说白话 白话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的话 那么我们昨天就是 前天就讲到什么呀呢? 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Document 什么GateElement BID的这个方法 是吧? 这个方法的话 可以获取到什么呢? 页面的元素 是吧? 然后的话 针对这个页面元素怎么样呢? 对它进行一个什么呢? 一些属性的操作 是吧? 好 大概就说到这里 大概就说到这里 这个大概是我们 就是上次课 说了一些东西 啊